女人外遇以后婚姻还能不能挽回呢 我想第一个得看她的态度 如果这个女人是惶恐的害怕的 主动道歉 也愿意就此呢和对方了断了关系的 这样的情况呢 我建议男人呢还是要克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怨恨和难过 给妻子一个回家的机会 也是给你们这个家一个圆满的机会 对吧 人无完人 知错就改都是好人 但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呢 这妻子出轨以后被发现了 态度非常的差 破罐子破摔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断关系 不认错 甚至呢还反咬一口 她这样都是你造成的 那么我就劝你不要再挽留了 因为像这样的女人 就算是现在你不离婚 日后她也不可能收心回来过日子的 继续挽留 只怕剩下的都是你的屈辱和折磨 不管是男是女啊 我想对于婚姻我还是有些忠告的 这个婚姻呢 都是咱们自己选的 如果你觉得选错了 随时都有终止的权利 这离婚呢 她也不犯法呀 那么既然现在还是在婚内 咱们就好好地遵守这个婚姻的契约 你一边呢享受着婚姻的稳定 又想着在婚外寻求欲望和刺激 这不就是走钢丝吗 你贪婪的是心跳 可是你的伴侣承受的却是心碎呀 作孽是有因果的 不是不保 是时候未到